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种海鲜啊 想必很多人都喜欢吃 就是我拿的这个可爱的小花 您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它们是小章鱼 您看这小章鱼啊 像不像翻转成一朵朵花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呢 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 翻花小章鱼 哇 第一次觉得去章鱼还这么可爱啊 我同时说呀 章鱼可不是那么轻易 就能摆出来这样的花朵哦 你看我这儿就有章鱼 咱们来摆摆试试 哎 章鱼 这个足往上放 看一看 这个歪歪扭扭的 而且软塌塌的 这怎么能摆成 像这样这么可爱的 这个花朵的样子呢 你看 真的是不太可能哎 哎 要我说 不仅是超水了吧 你看 但是我这儿有一只 超过水的章鱼啊 猛地看 是这个处须翻转成花朵的样子 但是往下放下去 哎 这个花就 往一边倒了 很难有像这样 花朵朝上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小章鱼 这么好看 究竟是怎么摆成 这样的形状的呢 好看的同时 它的口感又怎么样呢 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 素颜之旅吧 章鱼又被叫做八爪鱼 章鱼的吃法也有很多 比如白灼 清蒸 爆炒 铁板等多种 它也成为一年四季 都可以品尝的美食佳肴 章鱼鲜香脆弹 咬上一口便能尝到 嚼劲十足的鲜美口感 令人回味无穷 而最近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种章鱼 居然可以翻出花 抱着一世的态度 我们和几个朋友 一起来到了海鲜市场 一探究竟 先看一下 咱们就要翻成这种样子 这好软啊 这根本翻不起来 太软了 不行 立不起来 海鲜市场尝试摆出的 都是歪歪扭扭 并不美观 活的章鱼也不太听话 跟网上的图片 更是相差甚远 我们把番花章鱼和鲜活章鱼 这两种章鱼煮熟 邀请了几位朋友进行盲测 两种章鱼味道如何呢 哪个更好吃呢 有点嚼不烂 这个鲜味太鲜了 里边的内脏是没有去掉的 非常的鲜 味道很肥 这还没有内脏 小章鱼为什么能翻花 造型不同 怎么口感也不一样了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设置所根据包装袋上的地址 前往山东省日照室进行溯源 神奇小怪 竟能让章鱼不请自来 出海捕捞章鱼会遭遇什么 日照位于山东省东南部的黄海之滨 温度适宜章鱼的生长 常年可以捕捞到章鱼 我们一路是从北京来到了山东日照的海边 今天呢 这个海水已经是退潮了 然后我买了一个鱼网 我是来看一下 我能不能今天抓到章鱼 而且呢 pun自己在你穿起来了 我看一看 我听说 我还没 cup词 是 我云香 我能不能先 然后我 回去 你 在 宝宝 我 The 张鱼该从哪抓呢 正当我们对捕捞失去耐心的时候 忽然看到前方有位渔民 正在摆弄着奇怪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的 眼前的网具看起来很特别 大概一百来个陶罐 被均匀地拴在了一条绳子上 陶罐不大 口敞开着 用这样的小罐 真的可以抓到张鱼吗 这个怎么拿张鱼啊 这个张鱼这个放海里 张鱼捡了这个小罐了 看起来普通的陶罐 真的能够捕捞张鱼吗 这张鱼真的会往里钻吗 不过当天的风较大 不适合出海 在渔民的建议下 我们把两个小罐放在海滩上 看看章鱼能不能钻进去呢 章鱼果然钻进了罐中 没想到用这样的小罐 真的可以捕捞到章鱼 不过靠陶罐捕捞到的 近海的章鱼并不会翻花 那大量网购的 能翻出花的章鱼 又是从哪来的呢 看来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这个要去的话 那得找个大船 这个找个大船 潜量还高一点 在渔民的建议下 第二天我们跟着大船 去深海捕捞章鱼 茫茫大海 渔民们会到哪里捕捞章鱼 用大船捕捞的深海中的章鱼 能翻花吗 刚一出海 船长的一席话 就让我们大吃一惊 您主要是拉章鱼是吗 对对对 我们主要是抓这个风烧的 抓这个风烧的 抓风烧 我们明明是来出海抓章鱼的 怎么船长却告诉我们 是来抓风烧的 难道我们上错了船吗 到底风烧和章鱼 有什么关系吗 那地方叫风烧 因为刮风的时候 这个章鱼才出水面 下一次就应该刮大风 我们再来啊 大风危险啊 一般有风的时候就不出海了 回港别疯了 确认没上座船之后 我们又犯难了 大海上一望无际 要去哪儿找章鱼呢 不过船长却看起来胸有成竹 原来早在几天前船长就已经在固定的海域设置了标志物 撒下了网 今天出海的重要任务就是去收网 行驶了两个小时后 居然真的出现了白色的福子 看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点 船长介绍 今天这一网是今年春天的最后一网了 前几天布置好的网 究竟能够收获多少章鱼 大家都很期待 我们现在是准备打捞了吗 对对对 往往上拿网了 他们现在就是把咱们之前放的你要的网给拿出来是吧 对对对 我能过去帮忙吗 像这种拉网 不行 因为那个太危险了 他们都干多年了 一网收回来 唠叨的章鱼并不多 船上的人有些失望 随着温度回升 捕捞章鱼的最好季节已经过去了 虽然捕上来的章鱼数量不尽如人意 但好在他们个个又大又鲜活 我放一下 给你看一下这个章鱼 刚从海里捞出来的 哇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大呀 这个是它的超级大板吗 这是大长手 长手 吸着我了 它的这个爪的鸡 吸着我的这个手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刚刚从海中捞出的章鱼 能翻花吗 我试试它能不能翻出个花来 死了我翻不出来 活的我还翻不出来吗 又被粘住了 我们发现要想把活章鱼翻出花 基本不太可能 活章鱼的爪子根本不听话 又被吸住了 咬到我了 被章鱼什么部位给咬到了 你看都出血了 会咬人 爪子还不听使唤 这样的章鱼可怎么翻花呢 在船上翻花困难重重 那究竟什么样的章鱼 能够翻出花 怎么样才能让小章鱼翻花呢 为了寻找答案 设置组一路跟随章鱼上岸 一探究竟 这要去哪儿呀 我要去送货 送货 您知道这些小章鱼可以翻花吗 可以的 那您可以教我怎么翻花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只是去送货的 那我们可以跟上你们吗 可以 跟上我们就行 渡冷又黑的库房 是否藏着翻花小章鱼 一个个神秘的工具 难道就是翻花的答案吗 为了揭开小章鱼翻花的秘密 我们一路跟随货车 希望能够溯源到答案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可是这批小章鱼 要被运往哪里呢 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 是不是就能揭开 翻花小章鱼的秘密呢 师傅 师傅快点 那个车怎么不见了 你锁了 啊 灯丢了吗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一般的章鱼都放在哪啊 在我们的库房里啊 库房在那边吗 编导一路跟随来到了加工厂 却不见刚刚上岸的那批货 我觉得小章鱼翻花的秘密就在这里 咱们也赶紧过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库房继续寻找 库房里会有能够翻花的小章鱼吗 进入库房 设置组发现 这里是漆黑一片 十分寒冷 周围全都是结冰的冰块 甚至一度找不到了前行的方向 这个又冷又黑的库房里 会不会藏着小章鱼翻花的秘密呢 刚才工作人员说 他们的小章鱼是存在这个库里面 小章鱼到底在哪啊 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旁边的架子上 有很多沉甸甸的大袋子 在这冰窖一样的库房 这一袋袋的都装着什么 会不会是翻花的小章鱼呢 那是章鱼吗 怎么 怎么冻成冰了呀 你赶紧出去吧 这是太冷了 刚才那期先我找章鱼 是在这儿吗 那章鱼放到别的库里面了 这里是原料储存库 赶紧出去吧 库房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章鱼早已冻成冰 当然没法翻花 显然我们要的答案不在这里 我们跟随员工 继续前往加工车间探寻 不过要想进入车间 可没有那么简单 要进到我们的车间 要先进到供应室 然后换完了工作服 进行洗手消毒 杀菌以后 才能进到我们的车间 车间里会有什么秘密呢 我们会在那里找到 翻花小章鱼吗 一进车间 我们就发现 有一群人正在处理着章鱼 他们每个人手中 都拿着特殊的工具 在处理章鱼 这个工具看起来 像是一个小勺子 它会不会是 翻花的奥秘所在呢 这是什么特殊工具吗 他们在忙活什么呀 我们这些人呀 都是没有个三年五年的 工作经验 做不了这个活 有这么神奇吗 这个跟翻花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每一部环节 都是与翻花有关系的 他们拿着那个小刀呢 是在去除它的牙齿 牙齿啊 对 章鱼还有牙齿 对啊 章鱼也要吃东西啊 平时章鱼最吸引人的 就是它的八条大长腿 还真的很少有人注意 章鱼的牙齿 章鱼的牙齿 会长在哪里呢 剔除牙齿和翻花之间 难道有关系吗 这个是它嘴巴是吧 那你看着它长得像个嘴巴 但是那个地方不是嘴巴 那是拼墨的 喷墨是从这儿喷啊 对啊 原来章鱼那浓黑的墨汁 是出自这里 墨囊储存墨汁 通过这个部位 能够瞬间完成喷墨 章鱼的牙齿 究竟长在哪里呢 设置组又一次近距离观察 看到工作人员拿着小刀 是在剔除爪子中间的部位 难道吸盘最中间 藏着章鱼的牙齿吗 这个是它的牙齿啊 负责人介绍 由于章鱼牙齿比较尖锐 它们用爪子捞起食物 并用牙齿将猎物切碎来进食 我们这才回想起上午出海时 的确是被章鱼的牙齿咬出了血 章鱼的牙齿长得极其隐秘 去掉它可是个细致活 要费不少功夫 莫非去掉牙齿和章鱼翻花 有什么关系吗 当工作人员把牙齿去掉后 这章鱼也是软塌塌的 还是不能翻花 既然这样 那干嘛还要费功夫 给章鱼踢出牙齿呢 这个踢出牙齿对翻花 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因为它那个牙齿吧 里边有个硬壳 硬壳 吃起来呢 那个东西嚼不烂 这时细心的编导发现 在工作人员的盘子里 好像装有一些奇怪的 球状的东西 颜色呈青色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章鱼的内脏啊 在这个头皮里边呢 个厨也挺大嘛 你看看 如果呢 要是翻花的话 翻出来的花也不漂亮 没有剔除内脏的章鱼 口感会有些许腥味 工作人员说 每天要处理上万只章鱼 而且全部来自人工剔除 虽然并不容易 但是能够极大的改善 章鱼的口感 这时 设置组想让工作人员进行挑战 看看两分钟里 能够剔除多少只章鱼的内脏跟牙齿 大姐 您这一分钟能去除多少只章鱼啊 20条左右吧 20条左右 对 那这样 我们给您倒计时 然后两分钟 看一共能去除多少只章鱼行吗 好的 来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到底剔除了多少只章鱼啊 一共是41只章鱼 这章鱼口感是好了 没那么腥了 可是章鱼还是没能翻出花 到底章鱼怎样才能翻出花呢 就在这时候 设置组不经意间发现 工作人员推着的车里 竟然有翻花的小章鱼 它刚刚经过了一个大的机器 难道答案在这里吗 我发现这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 感觉它的长度应该有20多米 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是不是能让这些小章鱼翻花 真的耶 它能让小章鱼翻花 说明这个机器啊 就是答案 我们赶紧去另一头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 走 我们来到了机器的另一头 不仅没有看到章鱼 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为了印证章鱼的翻花 是来自这个庞然大物般的机器 我们立马拿了一只解冻后的章鱼 进行了演示 我试试这个章鱼能不能翻成花 经过这个机器后 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 这台20米长的机器 是否就是翻花的秘密呢 20分钟的焦急等待后 见证奇迹的时候 终于要到了 然而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 章鱼没有出现奇迹 而是变成冰块出来了 那么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差错 找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心灰意冷的设置组 突然发现对面的小房间 有一些人神神秘秘的 他们在做什么呢 请看 这就是你要走的章鱼花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 苦苦找寻 我们终于找到了 翻花小章鱼 这里的章鱼不仅翻出花 还能被整整齐齐地摆放 而联想到我们摆放的 却是歪歪扭扭 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市场 咱加工前的 我就摆不出来这个花 一摆出来就歪歪扭扭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市场上买的 一般它都是带着内脏 它那个内脏比较大 那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呢 是没有经过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工艺加工 所以你是翻不出来的 到底要怎么摆放 可以让章鱼变身呢 莫非还有专门的手法 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 负责人终于说出了 翻花的窍门 做这个时候是有窍门的 你想把这个章鱼拿起来以后 然后先要这样放起来 这个背面朝上 白面朝下 它下面是个白的 这样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呢 用手呢这样一路 这不就形成了一朵花吗 这个东西要靠熟练呀 熟终生巧啊 这样可以吗 行 搬得不错 然后呢我们把它呢 翻出花了以后 再进丹东机 负责人说 翻花步骤之后 还有一道工序至关重要 这个机器呢 是我们的超级温冷冻机 它的功能呢 就是呢一个超级温冷冻 然后呢 这边这个货放进去以后啊 经过这个退道 然后呢 二十多分钟以后 到那边出口出来的 就是动好的这个 翻花小章鱼了 这个翻花小章鱼呢 就是呢 既好吃又好看又好玩 所以呢 就是呢 大家比较喜欢吃 果然小章鱼从机器出来后 是定了形翻了花的 这些翻了花的小章鱼 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没有腥味 它们还能够搭配很多菜品 变成百搭小章鱼 成为老少街宜的美食 我们从北京出发 一路前往山东省日照市 来探寻小章鱼是如何翻花的 虽然我们最终才解开 小章鱼翻花的秘密 但其实这里面的每一道工序 都是与翻花相关的 它要经历速冻解冻 剔除内脏和牙齿摆盘等 才能够成为翻花小章鱼 它就像是活灵活现的花菇的 在人们的味蕾中含苞带放 一个外表美丽 吃上去香甜脆口的 翻花小章鱼 原来背后竟然暗藏着 这么多门道 让章鱼翻花 我们能感受到从业者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也能看到农产品加工 产业升级的缩影 颜值兼具内涵 我们的农产品 才能走得更远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汁盘中餐 追分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